在繁忙的香港里面 很多人过着忙碌的生活 日出而作 日入而逝 但是有多少人会察觉到 原来在我们身边 有一群的老人家 其实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着 但是我们可能关心 或者了解 他们背后一个个滄桑的故事 金兰今年八十岁 年轻的时候活在一个封建的时代 当时女性的地位也不高 她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我六岁没有了妈妈 那时候乡下都没有医生看 那时候没有医生看 那些人就在乡下 用青酒来吃 用什么吃 我又小时候 她说 阿妹 把点水给妈妈喝 我又轮轮轮轮拔斗 走到她的床头去 就斗死了 没得死了 后来她自己就起床 起床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吃 去去去吃 就一中中到那个水光 就斗死了 当妈妈离世之后 金兰的感觉 自己好像一个孤儿一样 哎呀 那些乡下人 这头似早老婆那头就会吵的了 那又就吵过后子 拿回来又承起打穴 哦 人家拔我那头 不得我那头就很痛了 很糟糕 我去读诗 今早就去读诗 真是很欢喜 很开心 抽个田几桔 12点钟回来吃饭 她就在那里留在那里奏 她就说 你没有了 你有什么看牛啊 你不要上学了 我说 没有上学 那我说 看牛啊 16岁 那个丑子 那个年就斩了 他的手现在还弄了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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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不要吐 我叫人和我滋血,沒有人和我滋血 那些男人,快走就走 那時候我沒有法治 我自己把泥拆起來 自己把泥拆住他 那些鳥拆住他,拆住他就沒有血流 所以我老伯娘就叫我,跟老伯去香港 雷多又沒有人好問了,這裡香港 我說怎麼辦呢,自己又沒有用 又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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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老伯就和老伯找過小蚊 自己不懂自己去找自己做 金蘭覺得自己人生的道路 只是任由別人去擺佈 而他完全沒有選擇的機會 他帶著又戰又勁的心情來到香港 希望過一些好一點的生活 結果又是怎樣呢 這個女兒嫁給那個人好 都叫人家介紹的 他說,好啊 我心裡,沒人沒物,嫁就嫁就嫁吧 他家裡有很多人 那個時候 出去,你草這個人做什麼啊 鄉下妹 都沒有用的啦 因為不好做事,又嫁就嫁 我就上山割草了 喝齊了 回來這樣 早上八點鐘 家裡那些東西做完做完就去 去上山了 上山割草 去上山了 到十二點鐘 回來 等到四月把醬回來 我吃了 又沒得吃了 回到十二點 就肚子餓了 那個兒子又吃奶 那時候吃人奶 不是吃那些什麼 我就說 算了 沒得吃 又去了 十二點鐘又去過 做出了 加到這道肉 又這樣吃駁我 那時候做奶 又被人吃駁 打我 打又流 拿個水和鐵 來 撈到我 嘔氣 我就是 死了 那些毒药,一碰豆就死了 那我就能保护它了 一想一想,不行啊 我有這麼多子女巡頭給你,不行 她的巡頭是這樣的 我開始在這裡有故事,我也和我老公吵架 我一直在這裡跳下去,不行啊 跳下去不行,沒有人服侍我 有人服侍我知道那個時候 甘囊的人生充满灰暗 他不止心灵受瘡,身体勞损 他还不断被疾病潜扰 他曾经尝试寻求很多鬼神的帮助 以至到他对灵界的事情深信不疑 甚至乎 万丈的天空,不过真后